32岁的贝斯·詹森从8岁以来一直靠轮椅行动 但她身体的局限并不能阻碍她过着充实的画画 骑马以及和家人团聚的生活 她一直很有艺术天分 她热爱骑马 她能够找到她能做的 她热爱的 不断激发自己的灵感和动力 贝斯8岁的时候中风从此一直瘫痪 多年前发生的事没人意料得到 事发当晚一家人正聚在电视前看电影 贝斯全身开始颤抖 她尖叫着要找医生 然后她就一动也不动了 贝斯陷入昏迷 她父母认为她无法撑过当晚 没有人知道中风的原因根本没有征兆 她熬过了第一夜 几天后她从昏迷中恢复意识 但仍然无法动弹 她的家人说 最大的问题是找到沟通的方法 贝斯只有一根手指和眼睛能动 我们的母亲是她的救星 她始终是帮助贝斯发展沟通方法的那个人 她一下子就想到 贝斯可以用向上看代表是 向下看代表不是 尽管自己有局限性 贝斯还是能够学习并热衷于绘画 她进入大学的艺术系 这个在家人眼中的嗜好 很快变成他们女儿的治疗方法 这不仅可以帮助她度过艰难的时刻 还可以帮她寻找自我和使命 这对她的身体和心理都有帮助 因为她非常以自己的成就而自豪 而且这样她的手臂保持活动 维持她的控制以及其他各个方面 说到绘画 贝斯关注最小的元素和细节 在所有的油漆中 她比较喜欢丙细酸树枝 因为它们干得快 万一她的手臂无意间滑动 把图片弄脏了 可以马上修改 她喜欢帮别人的宠物画像 别人把宠物的相片寄给她 她就画出来 然后我们把图画寄回给她们 贝斯是我态度积极的重要原因 她绝对是我生命中的鼓舞力量 我之所以想成为一名老师 部分是因为贝斯的积极态度 对于贝斯的家人来说 她的病情不是负担 而是耳提面命 积极的人生态度 能造就多么大的虔诚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